战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监会签署的协议 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宜宾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 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时刻 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散漫的辩论 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 这涉及到几十万佣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一名免受遣返的幼年迪美者暂缓地解计划 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当然,他也很残酷 他也也很残酷 他也也,如你可能知道 不治的难道 刷 Dá秦